我们今天讲相对运动 相对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项目 那么你们要注意这个要领是什么 我们看这个坐标轴上面 坐标轴上面就是迪卡尔坐标 这里有个A点 就说有一个人他是A 他的位置在A的位置 那这个位置我们用什么方式来表示呢 你这个A的位置你以哪一点为参考呢 如果我们是以O点做参考的话 那么直点A相对O点的位置 我们就用R AO来表示 就是A点相对于O点的位置 那么它的向量呢 是从O到A 那就是说你从O点来看A点 它在哪里 用R AO来表示 那同样的B点也是这样子 那么它的位置 那么它的位置 那么它的位置我们用R BO向量 所以我们用R AO的参考点 我们现在表示它的位置 都是用同一个坐标系 所以中东它的参考点都是A点 都是O点 因此我们这个R AO R BO 这个O呢 我们就可以不要写 不要写 如果你说一个A点的位置是RA B点的位置是RB 那就是表示这两个位置 都是用同一个参考点 比如说这个坐标画出来 通常这个就是圆点 从圆点开始 刚开始是说A点相对O的位置 B点相对O的位置 现在我们要问A点相对B的位置 是什么 A点相对B的位置 RAB A点相对B的位置 那按照我们前面这个画法呢 你看RAO 它是从O画到A 从O指向A 那么RBA呢 RBA 它就是从B点 指向A 从B点指向A 那么这个是RBA 这个是RBA 那就说B点相对A点的位置 就是说你站在A点来看B点 站在A点来看B点 那这个RBA就是说 我站在B点来看A点 这两个方向正好相反 那么RBA就等于负的RAB 那么我们现在看这个 看这个向量图 RBA这个 这两个向量和 这RAO加上RBA 要等于RBO 对不对 那么我们现在就说RBA呢 就是等于这个向量 减掉这个向量 那我们把这个都是对同一个参考点 参考点我们O就不写 也就是RB-RA RB-RA OK 那么现在我们也可以把这个 你看这是RBO 这个原来是RAO 负的 我们现在把它变一个符号 因为负的RAO就等于正的ROA 那这么写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规则 就是这两个向量 它的O 比如说它的下标 O都是在这四个下标里面的同一侧 就是靠内侧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把这个O把它去掉 就变成RBA OK 好像说这个O都拿掉 就变成RBA 这是一个规则 就是我们看到 它原本是这个东西了 但是我们看到它有一个规则 是这个样子 我们把这个式子 里头这个位置 如果它是对时间 有所改变的话 就是说这个是个人 这个也是一个人 但是它都在移动啊 所以它跟位置有关系 跟时间有关系啊 好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各项 都对时间做微分 好 这个微分 那这个微分 这一项也微分 这一项也微分 好 我们知道位置 这个就 这个微分就是等于位移的时间变化率了 好 那就相当于速度 好 这个就相当于VBA VBA就是什么呢 就是 就是B点 相对A点的速度 就是你站在 站在A点来看B点的速度是多少 RBA就是站在B点看 站在A点看B点的位置 那么RVBA就是站在A点看B点的速度是什么 你看它这个关系啊 把这个都变成R VBO 这个变成V AO 都一样的变化 结果我们看到这个规则 跟这个规则是一样的 一样的 所以RBA 就等于 VBA就等于VB-VA RBA RBA是对RB-RA 这个以后常用 后面这个也是常用 RBA是RBO加上ROA 这个两个O是可以去掉 好 这个也是一样 RBA是RBO加上ROA 那这两个 如果这么写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O去掉 就写成一个RBA 同样的道理啊 我们也可以得到加速度 就是你把这个 这个式子为分一下呢 那么这个就是相对的加速度 它也有这个规则 好 现在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看看 比如两部汽车 A车以70 每小时公里的速度 向正X方向行驶 它后面有一台车 叫做B车 以90个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 跟它同方向行驶 就是B车在A车的后面 问B车相对A车的速度是多少 就是你在A车里面 你看你后面那个B车 它的速度是多少 相对你来说 好 那现在我们就怎么做这个问题呢 我们就假设两个车 它同一个方向嘛 那我们就假设它是约X轴运动 AB车的速度呢 A车是VA B车的速度是VB 好 那么这个VA跟VB 我说 你说这个每小时70公里 这是什么速度啊 相对地球的速度 相对地面的速度 这个也是相对地面的速度 所以这个都是相对地面的速度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画一个坐标X轴 好 X轴 好 我们以这个作为原点 参考点 这个Earth 这E就代表Earth地球了 我随便找一点 当做它的参考点 好 那么A车在这里 B车在这里 B车在A车的后面 VB这么跑 VA是这么跑 那现在我们要问 B车相对A车的速度 是多少 你在A车 看B车 B车相对A车的速度 就是VBA了 好 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图画出来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些数据都写出来 A车的速度 记得它是对参考地球的 地面的参考点 它是正70 正70就表示是向X的正方向 VBE呢 就是VB 它相对于这个同一个参考点 也是正90 kilometer kilometer per hour 每小时90公里 也是向正X方向 好 那B车相对于A车的速度 VBA要怎么做呢 那我们就记得那个规则 我们刚刚不是讲过有一个规则吗 你把这个规则写出来 VBA VBA 它就是等于VB-VA VB-VA了 但是V 就是VB-VA 可是VB呢 它就是VBE VA就是VA1 所以一减就变成这个 那么我们就看这个是 它的相对速度 每小时20公里 方向是正方向 那这个表示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在A车 A车的人看B车 它是以 每秒20公里的速度 向 这个方向 就是 向着它 靠近 以每小时 20公里的速度 它正的就是朝X的正方向 跟这个方向 一样 因此它就是 靠近 向A车靠近 OK 所以 A车 跟B车 在其后方 以每小时 20公里的速度 朝X轴子 正方向行驶 或者是 B车 以每小时 20公里的速度 接近A车 好 那现在我们再把这个例题 换一下 比如说 B车 是在A车的前方 可能B车 在A车的后方 现在这个B车 在A车的前方 速度还是一样 这个每小时 90公里 这个每小时 70公里 都是向正方向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它的大小 都是跟前面一样的 我们只要把两个车的位置 换一下就好了 A车在这里 这是VA B车 在A车的前面 因为朝X方向 你把这个图画出来 所以画图是很重要 好 然后我们就按照这个规则 我们还是要求VBA 那就是VDE 减到VAE 那是等于 也是振20 每小时公里 好 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说 我在A车看B车 B车是以每小时 20公里 向这个方向前进 就在我的前方 前进 那就表示 它是离开A车了 离开A车 所以说 A车看B车 在它的前方 以每小时 20公里的速度 朝X轴的正方向行驶 或者是B车 以20每小时公里的速度 远离A车 好 我们再看一个例子 有一架飞机的罗盘 显示 这一架飞机 是向正北方飞行 速度表上面就显示说 这个飞机的速度 是每小时 150公里 飞机的速度 是相对什么东西呢 它在米表 有没有碰到地面啊 没有啊 所以它是相对空气 好 那么当地呢 正好吹了 有风在吹 它是每小时 50公里 向正东方吹 现在要求 飞机相对于 地面的速度 那我们一看这个问题 就知道啊 它是相对于速度 的问题 好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 把坐标画出来哦 我们就把这个 假设 X轴是 这正方向 是正东方 Y轴的正方向 为正北方 并且我们设定 飞机 相对于空气的速度 是VAW 因为这个速度啊 是飞机 我们有Airplane 代表飞机 那么W呢 我们本来是空气啊 那其实就是风了 我们说这个是 风是Wind 那飞机 相对于风的速度 是150 怎么会写300 应该是150 每小时公里 好 那么 风呢 相对于地球 地球的速度 那么 风向是 这个气象局 测出来的 那么这个风向啊 它的速度啊 当时相对于地球的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下标 风相对于地球 OK 风相对于地球 好 那么 飞机相对地球的速度呢 我们要求这个啊 那就是 飞机 相对地球的速度 我们现在知道 这两个了 你要求这个 要怎么求呢 好 那我们 我们就用 刚刚这个 啊 刚刚这个 你看 这两个 我们把它的下标 都是靠内侧 所以 这两个取消 就可以变成它 它就是这两个 那我们就等于 就相当于说 哦 原来这个速度啊 是这两个速度 向量的向量和 那现在 这两个向量都知道了 你要求这两个 这向量的和 要怎么做 我们不是求过吗 你先画坐标 先画这个向量图啊 然后用 余旋定理球 和向量的大小 用正旋定理球 和向量的 方向 对不对 你把这个药 你拿出来 OK 我们刚刚是假设 X轴是正东 X轴正东方 没错 Y轴是正北方 Y轴正北方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就可以 画向量图 这个正北 正北 这个是正东 飞机是 朝正北方 VAW VAW 是这个 那么 VWE 风是朝东方 吹 是这个向量 那这两个向量和 就是它 那我们可以画一个 这个图 这是平行四边形法 从这个图上面 我们就知道 因为正东跟正北 是90度啊 因此这个就是 等于它的 这个三角形 的斜边 就等于这两个字 刚刚那个300是写错了 是150 好 你把这个算出来 就158每小时公里 然后 θ呢 就是 VAW的大小 你看 你在这个地方写 就不要写向量啊 大小 这个大小 除上这个大小 等于这个 那就是71.6度 它是东 东 偏北 71.6度 以上是两个相对运动的问题 你记得它的要领 你要画坐标轴 要假设 它什么东西相对什么 你用符号来表示 比如说飞机用A 风呢 我们用W等等 来这样表示 好 现在我们看 有一个抛射体 从一个斜角为α的斜面 底端射出来 这个是一个斜面 这α角 从这个底端发射 出速度是V0 发射角呢 是θ0 就像这个图 原斜面量的射成R是多少 我们现在问 这个抛杆打出去啊 它会落到这个斜面上 那这个射成是多少 从这里到这里的射成是多少 证明 还要证明 求出来以后证明 如果这个α角 就是斜面的斜角 等于0的时候 这个R 就是这个R 就变成水平的R 水平的R就是它的射成 好 现在我们 看 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啊 运动学的问题 它是二维 二度空间的运动学问题 如果是二度空间的运动学问题啊 我们就把 这个炮弹的飞行啊 用两个坐标 一个是X轴 一个是Y轴 这炮弹在X轴跟Y轴上面的投影 它的运动 就是这个炮弹本身在二维空间的运动 分成两个分量 再来呢 我们就注意 牛顿运动学 你要注意三样东西 一个就是起初状态 X X轴 我们看这炮弹的X轴上的投影 X0在这里 起初位置在这里 它起初的速度呢 是V0cosθ0 好 Y轴的投影呢 位置是Y0 它的速度呢 V0sinθ0 这个 这个投影 这个投影 好 这是起初状态 然后我们看到加速度 X方向的加速度是0 因为我们一向是假设 抛体运动的时候啊 空气的阻力不算 但是以后你们男孩子 如果去当 扶兵役 当炮兵的话 那个时候这个 空气的阻力要算了 要算 它 怎么算法 它是校正 它有个表 你可以校正 好 Y轴呢 它的加速度就是 重力加速度负极啊 有了这个以后 我们就可以求 原来这两个都知道了 就求末后的状态 末后状态就是任何时刻的 是T 就任何时间T 假设 炮弹落到斜面的时候 这个时间是T秒 那么它的位置呢 那如果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是X啊 X 好 X等于什么 等于R cos α Y呢 等于R sin α 对于sin α OK 好 这个X 这个XY 跟这个R α的关系找出来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用 因为这个是什么 等加速 对不对 等加速 所以我们可以用等加速运动 等加速运动 那么 位置跟时间关系 你把这个带进去 X等于这个 X0 V0 都带进去 T保留 那我们可以得出 T是等于这个 好 再来 我们就Y方向的 位置跟时间关系 你也把这个Y了 V0了 Y0了 都带进去 就是这个式子 然后呢 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 变化一下 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R 都约到一个 这个R平方 约到一个 剩一个R 然后这个sinα 乘上cosc的0 大家都乘cosc的0 那么 你把这个式子 搬过来 跟它合并 就变成这样子 这个式子留在这里 变成这样子的 好 这个式子 三角 你们都很熟 这个就是sin θ0-α 等于 这个式子 那么 我们要求的是R 你就把R 求出来 R就是这个 斜面上面 炮弹落 落到斜面上 它跟原点的距离 就是这个 好 那么 如果是α 等于0的话呢 这个等于0 那它就变成 两倍的cosc c0 3c0 可以化成 sin2c0 那这个正好是什么 炮弹水平的射程 对不对 ro